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要衷心地感谢墨尔本的同修们 感谢他们积极努力地为卢台长此次墨尔本红缓的活动 做好了各项的准备工作 感谢他们为从悉尼及各地来的同修们安排好了吃住行 也为原本召开卢台长在墨尔本的悬疑综述现场解答会 奠定了基础 卢台长传授的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的影响力 现在已经遍及世界各地 跟着卢台长学佛修心的同修呢 人人都受益 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 是卢台长无畏慈悲喜舍的付出 才让我们众生得到了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卢台长每天不顾自己的身体安危 为救度众生及日夜操劳 就那昨天晚上我们众弟子都回家休息了 卢台长还在为申请海外弟子等事务忙着工作 今天一早又赶着搭班机飞到墨尔本 我们今生今世能遇到这么一位舍己救人 无私奉献 竭尽全力的救度众生的观世音菩萨的使者 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作为跟随卢台长的修行人 都会有一个心愿 就是说做好卢台长的牵手牵眼 弘扬卢台长传授的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救度有缘众生 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中心的卢台长 谢谢 大家好 到了这里就感觉不一样 大家都是好朋友 今天有的已经是知道台长 去年是去年吧 我上斯坦博克来 那么今年呢 因为有的那是知道台长的 有的呢 今天呢 是第一次来认识认识台长 台长把大家都当朋友一样 这么远的路啊 来看望大家 所以啊 大家鼓鼓掌 我觉得是很正常 实际上呢 现在的人呢 实际上很聪明 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命和运的 实际上有的人呢 觉得呢 哎呀 我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人家都这么顺利 我为什么不顺利呢 同样来讲 为什么这个人好 那个人不好呢 实际上呢 这里面归根基底啊 从定死的方向来讲 就是一个命 就是大家都会算命啊 很多人喜欢算命 但是呢 能不能改呢 一定能改 如果不改呢台长就 就没人听我的了 因为呢 大家都去算命就可以了 算出来命说 哦 等你发财 你看看你发我发财 很多人从小算命的时候 说他 哇 你这个人 真好啊 可以 其实你可以有三个老婆 后来一个想啊 一想啊 哎 不是只能一个吗 怎么三个老婆了 好了 离婚三次 这也是他的命啊 所以你们大家知道吗 有时候算得很准 坏的呢 算得特别准 好的呢 都不大准 这是人的真的毛病 你不信你小时候 没关系 谢谢 如果你小时候啊 如果你小时候 上面算得好的时候 说你有发财啊 你一定不要相信 因为有财运的人啊 他实际上是根据 他的命运在跑的 如果你这辈子 一直在做善事 做好事 可能你慢慢慢慢的呢 你真的能有钱 如果你一直 就算你命令有财的话 但是你一直在做坏事呢 你时间长了呢 你这个运程就没了 你这个财就没了 真的是这样 那么还有的人呢 台长在开始之前呢 因为每次都有很多新的人来 所以台长呢 喜欢跟大家 先讲讲我们大家关心的 喜欢的事情啊 那么有的人呢 结婚之前呢 算命 这个男的呢 特别好 命特别好 但是结了婚之后呢 他开始就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命啊 跟命啊 要合八字 比方说老公是一个好命 找了一个老婆 是一个很差的命 两个人 八字一合之后 那么 老公就开始倒霉了 运程就不好了 所以有的女人呢 是忘父的 有的女人呢 是克服的 都有道理的 所以我讲给你们听的意思呢 不是叫你们去研究 叫你们去想 要叫你们改变 因为人的命运啊 他一定会变化 怎么变呢 很简单 一个人的身体 从小生出来不好 比方说妈妈有胆囊炎的 孩子基本上都有胆囊炎 那么这个已经是天生的了 就像我们说的 就是像 比方说像算命一样 你算出来 这是真实的事情 那么这个胆囊炎 你应该怎么样呢 哦妈妈胆囊炎 我肯定有胆囊炎 那就让他发吧 那你肯定就是胆囊炎了 那么台长现在教你们什么呢 知道胆囊炎之后 我帮你们想办法医治 帮你们转变 看 你们算命算出来 你们命不好 你们就要慢慢把他转 对不对啊 看看自己过去脾气不好 就要把他改好 你们知道有多少人脾气不好啊 你们知道吧 有很多人脾气很不好啊 实际上脾气不好也是两方面的 有的人这个脾气好 本来脾气很好 结婚之后 因为对方脾气不好 所以两个人呢 脾气越来越不好 大家明白吗 这是一个 所以呢 台长今天呢 先跟大家呢 随便聊聊 那么很多人呢 今天带来很多问题的问台长 台长呢 给他做个开场白 讲完之后呢 给你们呢 问问问题 你们待会来问问问题 台长都可以解答你们 包括风水啦 命相啦 包括什么东西 台长都可以给你们讲 那么很多人呢 有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总觉得 总觉得 你看 不大好 一个人呢 有一个什么习惯呢 就是心态 你们知道 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 心态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你们知道吧 如果这个人心态不好 经常对人家不好的人 这个人一定没有人缘 一定没有人缘 没有人缘 他就没有了财员 没有财员 就不能团圆 所以人要懂得 你好 我不嫉妒你 我要我自己好 你讲坏话 没有关系 我还是说我的好话 所以台长叫你们学习 学佛念经啊 就是叫你们嘴巴里啊 经常讲人家好 今天你们有很多人 第一次来 听到有这个 这么一个啊 玄学大师也好 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知道这个人本领到底有多大 有的人呢 就像武林高手一样 想来切磋一下 我经常碰到这些人 最近呢 刚刚碰到一个人是香港的 很厉害 这个人呢 他呢 过去自己也有修 结果呢 台长啊 我人在澳洲啊 他在香港 在家里念经啊 他就是眼睛睁着 看见台长坐在对面那个椅子上 看着他 他既然把眼睛睁着看到台长的发声啊 因为我肉身在这儿 在摸门吧 他既然看见台长 眼睛睁着看 看了两个多小时 你们相信不相信 昨天 博客上都有了 全部都是真的事情 你想想看 一个人觉得有发声的 我讲给你们听 发声不稀奇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好吧 你今天坐在这里 你家里一个人很喜欢你 拿你的照片拿出来看 不就发声了 对不对啊 只不过 你这个发声差一点 因为不会动的 台长的发声会动的 有发声的话就能救人 对不对啊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来的摩尔本来的很多 实际上在摩尔本生活的人 要注意两点 台长是今天跟你们讲 明天人太多了 我就不讲 摩尔本的地方啊 阴气比较重 台长一下飞机就知道了 阴气重 阴气重的地方呢 就是水旺 所以女人呢 最好呢 家里呢 水不要放得太多 不像悉尼 它是火旺 你们所以这些都不懂 阴气才也重的呢 就是说要多晒晒太 这个人要多晒晒太 太阳之后它会增加阳气 还要多念念大悲众 另外一面 阴气重的地方呢 人比较老实 所以台长呢 就说呢 摩尔本的人比较老实 真的 老实呢 他已经开心了 鼓掌了 如果再换个字呢 有点发傻 因为人啊 有时候在这个地方啊 叫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你们想想看 对不对 你比方说苏州人 在中国苏州人 他的性格就比较软 实际上他假话出来 声音也比较软 对不对啊 这是这个道理 有的地方出来的人 生出来就喜欢打仗 我们不要讲其他的 我们中国的南方和北方 就不一样 南方的男人比较温柔 在家里也打 不是他打老婆 是老婆打他 但是北方人呢 中国的北方的阳刚之气 比较厉害 这个水土呢 是壮阳的 所以男人就厉害 是男人要打老婆的 听得懂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 任何的玄学 你听着人家再多说什么 风水啊 命像 因为他跟你把你八卦证 全部放好 你不懂 他放好了 你什么都不懂 今年他把你八卦证放好了 风水放好了 好了 等到明年呢 实际上天使会转了 一转了 又倒霉了 他也不知道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你靠这个没用 最好靠什么呢 就是靠念经 直接靠菩萨保佑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今天来了很多人 你们想想看 你们很多人 每个人都有脾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劣根性 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 实际上台长刚才跟你们讲的 你们想想看 你们过去每一个人 你们吃了多少苦 你们就是从中国大陆 从台湾或者从香港 或者从什么地方移民 到了墨尔本 你们想想看 你们这一路走来 你们受了多少苦 我不要多讲的 你们就是留学生过来的话 你们想想看 你们每个人至少搬六次家 哪是你们的家呀 你们现在以为这个家 就是你们的家啦 你以为你嫁了这个老头子 就是你一辈子的老头啦 你以为你的孩子 就是你一辈子的孩子啦 全都会变的 这个变起来厉害啦 人吃苦就是吃了不懂啊 你懂了之后就不会变 问题你不懂 什么都会变 你想明白 就会变 你就不变了 你就心里什么事情 你变好了 我不变 那就叫你不变 应万变 你还是你自己 那你这个人就做得住 如果环境一变 你马上变 就像上次日本海啸 结果说辐射要到哈尔滨啊 中国这种地方去了 吓得来 全去买那个盐啊 买了几十 买多少你们知道 像麻袋一袋袋这么搬回家的 迟到现在还没吃完 你想想看 人家一变 你就跟着人家变 人家说了 哎呦 现在的女人啊 凶好啊 哎呀 你找个女人凶一点 多好 你也找一个兄弟回来 你不是犯奸 对不对啊 人家外面说什么好 你都听 那你这个脑子就有问题 人家说什么 你要用心来想一想 我考虑一下 对不对 那今天台长到摩尔本来 跟大家接缘 跟大家在一起 大家很开心 你们今天来了开心了 如果你能不能把台长当朋友 还能接受台长一点点东西 你们学到了 台长就开心了 但是有很多人呢 听台长讲讲呢 不过瘾的了 最好呢 台长给他 看看涂涂 算算命 开心了 你说说 哎呦 路台长说的最准了 你说说 准没有什么用 要改变 你们看看 你们现在坐的下面这么多 女孩子也好 男孩子也好 现在我看看 我不看你们年轻人 我喜欢看年纪大的 因为 乔中啊 和尚 那个年纪大的有什么好呢 你们多看看年纪大 对你们心态有好处 你们知道吗 现在你们多看看报纸 你们心态也会有好处 你们比方说家里在吵架 那个时候你就拿张报纸出来看看 一看 香港发生 把老婆宰了 你们知道在 你们知道在我们悉尼啊 在我们悉尼有一个 最近啊发生在 赫斯维 这个地方不是香港区吗 好市围 在赫斯维 那个地方有一个西人 这个西人平时很好的 跟他老婆两个人 浇花啊 弄什么水啊 从来不想 你知道吗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他把他老婆杀在 杀死在床上 你想想看 大家听得懂吗 大家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缘分 恶缘来的时候 你躲都躲不掉 就像你们要结婚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你们怎么知道以后要离婚呢 如果你知道以后要离婚 你就不会跟他结婚了 那台长现在就是 什么都看得到 所以我有时候看见你们啊 我只能摇头 因为我看得到你们家来 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 实际上对台长也是 很大的一个刺激我 你比方说我看两个小夫妻 哎呀开心得不得了 罗台长我们结婚了 我一看他 哎呀恭喜你啊 我真开心啊 但是我又天眼一看 哇三年离婚了 你说说看我多难过啊 因为他有恶缘在里面的了 所以你多看看年纪大的人 你心里就想了开一点 你想想他们年纪大的人 我们以后要跟他们一样 所以我们对他们好一点 我们至少比他们还年轻啊 我们至少比他们还幸运一点啊 我们现在生活这个时代 还好一点啊 对不对啊 你这样的心态就会好一点 你经常看看报纸那种 翻出来不是地震就是海啸 到处都是灾都是都是难 你说说看我们的孩子今后将来 经历这个地球要比我们那个时候 要苦多了 你别看他们现在玩电脑好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至少地球还平平稳稳 没有那么多大灾难 现在你们看看灾难多少 真的吓死人了 我们今天这里布里斯本来了十个人吧 大概七个 他们布里斯本专门赶过来 你问问他们上次布里斯本水灾的时候 你看看水把布里斯本淹的 整个就像一个水城一样 你们看看现在泰国 已经马路上曼谷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城市 现在淹的就像一个水城一样 你们想想看 对不对啊 你们想想看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世界 现在不是人所能控制自己的 明白吗 所以呢 台长呢跟大家今天呢 开一个场 我也不想跟大家讲的太多 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呢 是第一次跟台长见面 他们也不懂 你们也不知道 我实际给你们讲的太神的佛法 很多人呢觉得 哎呀 讲这个佛法 我们听不懂 实际上呢 就是最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最好呢 台长呢 露一手 给你们看看 抽抽牌 一讲 哦对对对对 陆台长 那我家里风水的不敢 陆台长 我老公 外面有外遇吗 你帮我看看 这种我也不看 大家明白吗 所以呢 台长跟大家讲呢 首先呢 需要大家呢 要有心态 心态要好 我希望你们呢 要感谢所有的人 台长今天能来 我带了将近50多个人过来 你们大家都要感谢他们护法 那么另外呢 又要感谢墨尔本 所有为这次台长来付出的 你们今天坐在这里 能够跟台长借缘分 我们应该不应该感谢他们 一个鼓掌的人 一个能够带微笑的人 他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人经常能够感恩人家的人 这个人就是有良心的人 有良心的人会得到人家的爱护 有良心的人 善良的人会得到善保 如果这个人脸整天板着 笑都笑不出来 很讨厌的 人家看着就不想比你 你说这种人 人家怎么会比你呢 你长得好看 那人家画报上那些人 比你长得还好看 你有钱 那有钱的人比你还多呢 很难啊 一个人最好要带点笑容 一个人最好有心理 经常感恩人家 看见爸爸妈妈不要讨厌 爸爸妈妈把我们养大了 我感恩你 你们现在老了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感恩你们 我们今天能够活得这么好 你们还来帮我领孩子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你想想看 还会觉得爸爸妈妈讨厌吗 对不对啊 看看老公 天天在外面打工 天天很辛苦回到家 原来原来他 脾气发不出来 让他发几句就讲几句就算了 对不对啊 看见女人 这个女人嫁给你之后 哎呀 现在在家里啊 又买啊 又洗啊 又烧啊 帮你带孩子啊 还要出去上班啊 这个女人也很可怜的 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你也没让他赚很多钱啊 你也没让他过了什么非常富有的日子啊 大家说对不对啊 你们跟我一起讲 所以呢 所以呢 一定要记住啊 你们要记住 人学会 珍惜人家的感情 人要懂得珍惜人家 实际上就是珍惜自己 人懂得 尊重人家 你就是尊重自己 很多人有一种脑病 老觉得自己 我不理他 我不喜欢他 实际上他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 一个人要记住 你说你们跟台长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开心吧 当然开心 如果我今天啊 说啊 听说有个卢台长 啊 我不要见他 我就不见他 你说的话 他一个人在家里 想想他还要生气 他就很傻 他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 而我们做人 要把自己的心要开放 台长对我的徒弟 对我的弟子 特别严格要求 因为我觉得 他们应该更好的努力 我对你们 我要求很低 我就希望你们能够相信 能够念念经啊 能够改变自己的命和运 因为台长这么眼睛少一少 我什么都看得到 我很厉害 我上次在香港 几千人我眼睛少一少 我在我们悉尼 一千多人 我说下面有三个人 今天不相信 而且呢 现在心态很不好 听台长讲 大家都笑 结果居然有两个人 跑到前台去跟他们讲 陆台长讲的就是我 我就跟他们讲 坦白从花了 抗拒从严了 实际上台长喜欢说笑话 为什么呢 人活得就开心一点 人活得就能够乐一点 因为人生很短 你们每一个人想想你们过去年轻的时候那些事情都记不住了 你们想想你们那个时候为名为力为了一件事情可以很难过 台长这种话明天都不会在大会上讲 我明天大会上要另外讲电话 你知道我给一个人看图腾 我说你年轻的时候 你十八九岁的时候 有一个节你过不去 我说你可能会自杀 结果他告诉我陆台长是的 他说我是自杀过 我说你为什么 你告诉我好吗 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 他说我那个时候没有被人家批准第一批红卫兵 你现在想想你笑了吧 但是当时的时候 他觉得没有脸了 他是班级里的负责人 人家就不给他做 好了 他觉得没脸了 他就被去跳了 跳下去之后 还好说砸的盆上面 你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房子不是有棚吗 棚一上去再下去呢 就死不了了 就是这样 所以台长说他有个节 你很可怜 我说我跟他讲 所以呢像这种事情呢 你们再想想你们现在为了一点点小事 一直不开心 为了家里一点点琐事 可以去半天 为了一点点不难过的事情 一直在想啊想啊 你想想看你们已经想到满头白发了 你们已经想到三十分四十分五十的人了 你们还有多少年可以把这些肮脏的东西还带到棺材里去 对不对啊 我们电台里一个洪先生这两天回印度尼西亚打电话来问台长台长我妈妈还能活多久 我说一个月 我说一个月 他说是 医生也说差不多这个时间 我说你这两天在干什么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跟我说我在帮我妈妈选棺材 你想想看一个孩子给母亲选棺材的时候 这是什么心情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把过去的事情再记在心中 不要再把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把它印记在心中 这种东西会伤你心的 开心一点 你们学学台长 我把开心的事情全放在心中 我把不开心的事情我全忘记 你们刚才谁对我不好 你们刚才谁讲我一句我就笑笑 我马上就忘记了 我很快 我把它delay了 就像那个航空公司delay飞机一样的 快了不得了 整天delay 对不对啊 如果把好的东西就好好的记住 今天呢 你们来的人当中呢 台长讲 有几个呢 有几个人呢都是来听听的 有的人呢自己心中呢 很要面子 台长也看得出 又要又有自卑心 又有自尊心 因为觉得呢自己呢 长得漂亮 有点钱 我过去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他们的内心也是很痛苦的 你们去看看那些电影明星 那些演艺人员 他们每个人好像出来很光鲜 台长对他们很了解 我告诉你 他们哭起来 私生裂肺 我告诉你们 比你们痛苦很多 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不要以为自己有名有利 什么一转眼就没了 想想开开开心心是最重要的 今天你们把台长当祖国亲人的慰问团来慰问你们就好 你们开心一点就好 你们今天来开开心心笑笑 想开了 哦有这么个台长 来能够让我开心开心 希望我能够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忘记 希望我能够今后将来好一点 就开心了 台长没有逼着你们做什么事情 我也不推销什么产品 我就是跟你们讲得很清楚 就是要你们能够改变你们的命运 要你们不要再受苦了 要你们振作起来 把自己的晚年过得越来越好 不要再生病 不要再有烦恼了 这就是我的目的 所以呢 台长呢也是的 带了五六十个人过来 他们呢心里也想 他们都是自己出几天过来的 他们也是为了红发来护发 所以呢 我希望呢 你们给他们那掌声的鼓励鼓 他们下次还会 好 那么台长呢 因为今天的时间不多 跟大家讲 再讲一点 因为再讲一点 那么有些人呢 现在年纪大了 年纪轻的都会有一个毛病 就是魂魄不全 魂魄不全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魂魄不全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思想不集中了 年纪大的人呢 是思想不集中 而且呢 精神啊会忘记 明明这个钥匙放在这里了 一会儿就忘记了 明明这个水啊 火还开着 一会儿就忘记了 实际上是魂魄不全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这个人失恋了 他实际上就是魂魄不全 你看看 他一失恋 你叫他上课的时候 就这样 老师说 你回答 你说什么 魂魄不全 大家听得懂吧 这就是这个道路了 魂魄不全 每个人都有 年纪轻年纪大 年纪小的人都有 那么很多人玩电脑 小孩子现在玩电脑 实际上他们也是魂魄不全 为什么 他魂已经被 某一样东西勾去了 就是电脑勾去 所以他什么都不挂 什么都不挂着形象 谈恋爱的人呢 爸爸妈妈说的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小伙子 你看看看 被这个女朋友魂都勾去了 脑子里没有家长的 没有家庭 你看这叫魂魄不全 人魂魄怎么叫全呢 实际上很有正常的理智 很能深 很能明白这些道理 而且呢 兵兵兵有理 懂得很冷静的人 这个人才叫 有魂魄 年纪大的人呢 为什么会生老年痴呆呢 为什么会生忧郁症呢 年纪的年轻的人 为什么会生 那个叫 自闭症呢 实际上都是属于 这个魂魄不全的范围 小孩子 爸爸妈妈 整天小时候 这么小的时候 就吵架 打架 孩子在变得怕不怕 这个时候 孩子很容易魂魄不全的 经常看见 爸爸妈妈吵架 打架 砸东西 孩子都怕了 怕到一定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呢 就经常呢 丢三落 而且这个孩子呢 就会出什么毛病呢 自闭症 他觉得不开心 他不愿意跟人家交谈 不愿意跟人家讲话 那我只能讲的浅一点 我要讲下去很多了 年纪大的人啊 因为他经常想到 很多老先生 我是局长 我是处长 我过去多牛啊 我现在跑到这里来 帮你们领孩子 你们还要讲我不好 好像我像要饭一样的 天天领着孩子 心里还不开心 天天主办不开心 我怎么落到这么个 好了 一直想不通 想不通 时间长了嘛 老年痴呆啊 对不对啊 所以人怎么跟想不通呢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 碰上了就是你碰上 碰不上就是你碰不上 911事件 三千四百人 包括后面再冲进去的三百多人消防队员 全部就这么一刹那 全世界的精英啊 我想想你们还没有孩子能够考进哈佛大学 考进牛 牛津大学 这个里面在911事件里面国际商贸中心里面工作的人全部都是这些大学生最高级的精英啊 三四千人啊 一眨眼就没了 你们碰不上了就是倒霉啊 你们今天能够活在这里活在当下 还能够开开心心 还能坐在这里 外面很热 这里还有个空调坐坐 有个水喝喝 人家还能弄个椅子 让你跟卢台长交个朋友 你们就算在这里跟台长很好 就算你们如果对台长讲话不开心的话 你们出去再骂 不要在房间里骂 对不对啊 那这就是福气啊 做人就是要懂得幸福啊 要感恩人家啊 人家做出付出很多啊 对不对啊 每一个人都在付出很多 他们为了什么 他们没有为什么 如果今天你们说是听一个 一个セミナー 就是一个讲座 那你知道人家有目的的 但是台长没有目的的 我是一个广播电台的台长 我自己考广告我自己赚钱 我不靠其他的 那我为什么拨出时间来跟你们讲呢 我有这个功能 实际上你们知道在中国有这个功能的人也不少啊 他们务婆 赚钱 给人家看 对不对啊 到了最后呢 哎呀 他自己很好 小洋楼盖几状 他没有必要跑出来跟你们讲 给你们看 台长看了十几年 收过几年 想想人家没有目的的救人 那就是好人 那就是啊 这个人是真的是为了帮助人家 没有目的的就是好人 我们那个时候呢 就叫雷锋 明白了吗 现在呢 台长在这里呢 你们知道我改名了叫什么 叫卢锋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跟台长接个缘 今天呢 不能讲很多 明天呢 还要跟大家讲 今天呢 讲到这里 很开心跟大家认识 希望以后有缘分 能够帮到大家 你们家庭好 工作好 学习好 什么都好了 身体好 我就最开心的 明白了吗 我没有其他目的了 我就希望你们好 我就开心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接下去了 要给他们问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 尽管提出 本来呢 今天呢 是不看胡腾的 那么看看情况吧 台长这个人良心好 没办法 没看见人家 哎呦 麻烦了 是抽号码的 拘手也没用 他们说要先抽号码 麻烦 你们有号码吗 那抽吧 抽吧 刚刚拘手的老婆 给他抽一个 嗯 101号 我都想问 没有写 哦 没写啊 先来 好好好 好好好 我会想问你 好好好 但我觉得我问你 一个问题就是 你给我 特例特例 好好好 能不能问你 不知道大家会同意不同意 同意同意 同意同意 同意 啊 你看看 那这就就是大家的关爱 你知道吗 你因为就是 你老先生 哎呀 起来 彬彬有礼 大家能不能同意啊 你看 大家就说同意了 如果说 哎呀呀 讲话 人家 大家就觉得你讨厌 你多好啊 对不对啊 好 你给他一个话筒 你等一会啊 大家都能听到 那不行不行 嘿嘿嘿嘿 大家 大家 待会儿就台长 那个帮大家看的时候呢 把那个电话 吞到这个静音 然后呢 安静 谢谢大家 哎 那个照样子的散光灯 不要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没关系 台长不是明星 我跟大家一样 都是朋友 没关系 好好 老先生 讲吧 问吧 哦 听不见 喂 等等等等 行吗 肯定要一个 老先生肯定要做话团的 那到这里来说吧 多好 老老 拿那个话筒 谢谢 谢谢 拿着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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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过来 对着不能对着喇叭 因为他有反射的 你过来点 你就对着大家说好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大概一年多以前听顾杰跟我讲过 然后我就自己有一点兴趣去看 我又在这一段时间我就看了一部分佛教的这些书 从释迦摩尼开始我了解在中国的这个佛教的发展 后来呢 我又考虑又学了又看了这些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书 那么现在物理也证实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是四位空间 但是物理学里已经证实了世界上应该有超过十位以上的空间 对 所以这就告诉我 你不能不相信有佛在 你也不能不相信你有灵魂在 他们只是生活在你的这个空间里 空间里 对 那么我看完这些东西呢 我就问我不解 我说 我们怎么去拜佛 怎么 他说要念经 可是我到现在为止 我自己还是不能说过我自己 为什么我要念经 我所以特别奇怪 我自己也比较迷惘对这个事情 所以想请那个台长帮我好好开示一下 谢谢谢谢 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 因为刚才那个朋友说 说你应该让台长给你看一看你的图层 他能够给你讲的更明确 那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谢谢大家 谢谢台长 那首先呢 你待着好 没关系 首先呢 老先生台长给你讲 我呢 用不着 直接 你把话筒给他 他还讲完吗 我用不着 给他看图层 你现在就站在我边上 台长马上先讲一点事情 给你听听 你过去 你过去不是个领导就是个干部 或者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有造诣的人 你告诉大家对不对 我不要你告诉大家是什么领导 我可以告诉你 你是个干部 嗯 说不上什么 拜拜不 听见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老先生 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直接给我的气场 心脏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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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心慌 哈哈哈哈 我感觉我心脏 对 我站在那边心慌 因为为什么 他的 他的这个 他这个心脏呢 实际上在你的家族里面呢 有一个人心脏也很不好 这是我直接感应出来的 有一个人心脏不好 实际上你家族里面心脏有点遗传的 我现在不知道 我 我不知道 我爸妈妈没有 嗯 如果爷爷奶奶也有可能的 那你记住我一句话 嗯 那个 首先呢 他呢 这个人呢 是一个比较执着的人 执着呢 就是追求每一个事情呢 他很喜欢研究 很喜欢追得很深的人 对 对 嗯 那么另外呢 你 以后的毛病 我讲给你听 谢谢 一个是脚 关节 你会越来越不好 我现在一定开始了 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 腰曾经不好过 扭伤过 我前两天才扭伤 在身上 哈哈 大家 大家不路 哈哈哈哈 而且我现在就站着 我的腿就疼 啊 现在我告诉你 你要记住 实际上 这个都是没有关系的 我想的借这个事由呢 因为我今天没有看头疼嘛 我主要是讲给你听 就是 你刚刚问我的问题 为什么要拧心 啊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人 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靠自己本身的力量 能不能 战胜自己 很简单 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 看看都很好 如果明天 这里痛了 突然之间去医院化验 化出来是癌症 你有什么办法把它制止吗 没有 你的孩子好好的 我见了一个人 她在北京 她的孩子到法国去读书 晚上这个小女孩说 我们去玩一个叫灵界的一个游戏 就是跟鬼打交道的 结果就在那里俱乐部里去玩玩玩玩 这个小女孩从此就是个神经病 你想想看她有没有这个能力 可以把它变成不是神经病 而且我可以明显的告诉你们 自古以来神经病看得好看不好 如果医院能够看好神经病的话 那我告诉你这就奇怪了 因为人的身体有两种病 一种是肉体的病 还有一种是灵性的病 所以现在人很多生病 是由灵魂影响的身体 因为心里想不开想不通 明白吗 因为你们很多事情都想不通 我可以慢慢慢慢 台长给你们提一个要求 你们今天来了 你们稍微不要 太冷了 太冷是吧 太冷要么换个位置吧 换个位置 给他们换个位置 那往后面换吧 好吧 嗯 嗯 嗯 对了 好 你们你们 你们坐到前面了 好好 老先生 因为 因为一个人 当一个人呢 比方说 身体不好的时候 他会影响情绪 就是心情不好 实际上就是影响你的灵魂 那么当一个人心里想不通的时候 实际上呢 就会影响他的身体 烦恼 苦闷 忧伤 你说身体会不会好 自古以来 肠子不好的人 都是忧伤的 所以说叫肝肠寸断 对不对啊 啊 你想想看林黛玉生什么病 忧郁症 过去 不知道 到后来就是这么死掉 你想想看生病是怎么来的 气得死人吗 三国演义里面 周瑜不是被朱克亮气死的吗 人不能生气啊 一生气毛病都来了 你同意不同意 我同意 所以 既然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会寻找一种 能够帮助我们 有一种 special power的东西 能够来帮助我们解决 这是很正常的吧 对不对 啊 所以人在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呢 就会 承受 学到 哎呀 会不会有一种东西 这么灵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类更奇迹产生 好了 找到菩萨了 那么菩萨的原则是什么呢 菩萨的原则就叫人家读书 就像你要考入大学一样 你要读书啊 你读书你才会好啊 有出息啊 那么读什么书啊 不去念经了 那么念经就这么冷了 明白吧 明白 哈哈 老先生 好吧 如果我们念经真的能够达到你心灵上的空境 这是我觉得我应该做的 好 我 其实 就是 当然我希望我身体好 我 我不知道念经是不是为 一定是为了治自己的病 但是我觉得我想念经为什么吃 我没有开始念 就是我 不知道我是不是念经能够真正让我脱离红尘 能够让我心静 好 这个脱离红尘并不是说我就没有家庭生活 没有 朋友 对吧 但是我只是让自己的心静起来 你这个实际上非常正确 实际上一个人学佛并不是叫你把朋友就没有 如果卢台长学佛学的最好了 我没有你们这种朋友 我不开心了 我至少菩萨说你朋友修得越好 你要朋友越多 这叫度有缘之人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 他有求必应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讲那句话给你听 你呢 先要试试看 赵说的这句话是对菩萨不尊敬 但是给你的是特别的 谢谢 你先念念看 会不会念 那你再跟台长讲 因为你现在没有念 那我们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对不对 你如果念过了之后 没好 那你就不要理我了 你就不要念了 如果你念了 好了 那你以后呢 不但要帮助台长去告诉人家 而且以你自己本身的德行 因为你这个人前世有修 谢谢台长 你更要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因为好的东西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跟大家去分享 如果我能开展念经的话 我希望拜你没事 那我会弘扬 会帮着你去铜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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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台长刚刚最后 给她施了点法力 所以呢 她开始今还没念 她已经想拜台长回事了 而且要帮着台长弘扬 脱法 这个不是一般人说得出来的 是 我告诉你 这个老先生有救了 没问题了 考试通过 我也不收钱 我也不收钱 他也不收钱 好了好了 谢谢谢谢 好 大家再鼓鼓掌 谢谢老先生 哎呀 多好的老人家 真的 人实际上大家活在一起 大家都不知道 实际上人跟人在一起 就是口头气场 大家都很开心 有什么不好 每个人都好了 大家都好 不要去 你看着他不好 我开心 看着他好了 我难受 那你傻不傻的 人家好得你更好 报号吧 现在是101号 101号 话筒没有了 那站起来讲吧 听得见吧 看看听得见吧 讲得响一点 大家听一点就好了 听他讲吧 你讲吧 声音讲一点点 今天不看图腾是吗 今天不看图腾是吗 今天这样的 那你先把你的问题讲出来 台长帮你感应一下 好吧 谢谢 我现在一句问题很困惑 我已经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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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就每天听台长的录音 我希望我能得到一点启示 但是没有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机会 我很年轻 工作上有点很好的机会 嗯 我觉得现在已经拿不平主意 嗯 机会都非常好 一个就是 条件基本上奥腾都很好 所以 你现在念经没念经 我念经 但是说实话我不好要念经 对 那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那今天你既然来了 台长开心了 台长就告诉告诉你 我告诉你 实际上你这两个工作 里边有一个工作 条件还是不错 还有一个 因为你有熟人 告诉大家对不对 对 你现在拿不定主意 你实际上你就是想想 到底我要到熟人那个地方去呢 还是想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去 你看看 台长说准不准啊 台长现在告诉你 你现在这个熟人 你要注意了 你跟他可能的关系 会维持两年半到三年 这个之后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明白了吗 所以有时候 台长跟你点话一下 那么你自己决定 但是呢 我也有一个好的方法告诉你 如果 这个熟人跟你一起工作的话 他推荐你 或者跟你有什么牵格的话 你可以跟他念念解节奏 听得懂吗 你这个同 你这个 比方说这个朋友 你比方说叫张某某 你叫黎某某 你说请大自大 被关心 你让保佑我某某某某 李某某和张某某化解冤期间 然后你就念四十九遍的那个解节奏 很短的 念完了之后呢 你慢慢慢慢慢慢 他就会化解很多的恶缘 然后呢 剩下的那点善缘呢 你们会越走越好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我不瞒你说 我直接的感应呢 跟这个朋友的关系呢 你自己心里很明白 有一点点特殊 告诉大家对不对 这个 又想进去 又怕被他控制 这个很麻烦呢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有三十六季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就选最后一季 但是呢 我看你大概是现在很难 很难选 这个 这个不是给我的 是给我老公的 是吧 因为他走的话 我必须要跟他一起走 嗯 因为还有个问题 我自己想问我自己 因为是两条龙 所以我想一个可能是非天上的龙 一个可能是海里 那你这个要看图腾呢 就是一条是 如果你两条龙在一起的话 实际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啊 就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我不讲你也知道 就两个人呢 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 明白了吗 所以两个属性 如果经常在一起的话呢 很容易 多年的节奏吧 听得懂吗 啊 还有呢 你自己要记住 你这个女孩子啊 也是比较倔的 而且你有点问题啊 你很想不通啊 哎 这个这个 那么 你现在听听台长话 首先呢 台长今天来了 你以后呢 给台长点面子 每天呢 先好好的念点心经 好不好啊 不要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不灵的 就买一瓶药回到家里 医生说每天要吃三颗 今天吃明天不吃 你说过几天 这个药有没有效果呀 傻姑娘啊 明白了吗 啊 你看看你说的这个头 就有点傻姑娘了 嗯 那记住啦 头发要往后 明白吗 额头要亮出来 啊 额头亮出来的人 叫天庭饱满 啊 天庭饱满的人 有运气 有财运的 你去看看手掌 哪一个额头不亮出来 头发披在前面 我告诉你都是聊在电影里看到的 哈哈哈哈 啊 所以一定要亮光 明白了吗 傻姑娘 教你一个方法啊 两条龙的话 你每天要给他念七变心经 你看看他就不会跟你有问题了 好不好啊 现在 其实这两个工作 比方说是挑选也是 实际上 你跟他两个人意见也很不一致 明白吗 他今天他本身也决定不了 你的老公今天也觉得这个地方好 明天觉得这个地方不好 他也在跳来跳去 你明白吗 因为你们两条龙 你们看到天上的图腾两条龙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脚过来脚过去 脚过来脚过去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不稳定 明白了吗 念心经 还有念节奏 好不好啊 好吧 你如果lucky的话 明天才最好让你抽到台长 帮你看看头疼 好吧 今天我这个感应也是百分之九十准 很准出来 明白吧 好啦 好啦 好 你看看 真麻烦 哎 或者有个办法 叫他们抽好到这里来拿画团 没有画团好像很轻不好 笑话不好 嗯 接下来是四十六号 你们让他们坐在前面 四十六号 三十九号 三十九号 啊 我今天是看情况的 如果我觉得你气场好 说不定我就给你图腾一起看了 啊 因为有的人身体上气场不好台长不愿意看了 因为看看图腾的话 我明天是没有办法的 一定要看 抽到就要看 今天呢 我就根据你的气场 气场是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人 这个人什么叫不好的气场 你们知道吧 老倒倒的 啊 身体老生病的人 气场是不好 还有笑一笑不出来的人 哈哈 这些人都气场不好 嗯 接下来是八十八号 好 好 好 随便问老婆婆老妈妈 啊 啊 你们到前面来台长 台长对年纪大的人特别尊敬 啊 我说不定还给他们看图腾了 啊 嗯 好 好 老妈妈讲了 你把话筒给她 你要吗 哎 你不能从这里走走 从下面 就话筒 啊 那老妈妈 来来来 哎呦 这个老妈妈腿不大好 所以台长看样子 一定要给她看图腾了 好好 老妈妈拿话筒讲啊 你有什么问题讲啊 我这个人的毛病很多 嗯 嗯 十几年前得了糖尿病 嗯 所以现在呢 一天要打两次 嗯 抵倒 嗯 基本上能够工作 有点麻烦 嗯 还有一个呢 这个监州也呢 已经好几年了 嗯 今天上半年摔了一家里头 一直到现在还是 嗯 我想问问你老妈妈 你现在几岁了 六十九 大家告诉我啊 六十九是什么 结 好啦 有结你都不知道 六十九岁是个大结 摔一跤 你说不定已经念经了 你才会摔一跤 那是过了一个节啊 否则是走人的 老妈妈 你听得懂吧 你现在念经没念啊 还没念啊 你看看 哎 你要是今天听台上讲过之后 再不念的话 呵呵 哎 来人啊 把他拉出去 听得懂了吗 老妈妈 我现在帮你看一看啊 你是数什么的啊 数码 数码的是吧 几几年呢 几几年 四二年 四二年的码是吧 那老妈妈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不单单是腿不好 你的眼睛也不好 我告诉你 你记住 你的眼睛会越来越差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腰 腰部啊 上面这个第三 是第三结 这个地方啊 现在我看你是有点粗出来了 明白吗 所以你做了时间长了 你就要站起来 站了时间长 就要坐下来 我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去年做了手术 这个髋关节发炎 对了 对了 就是这个地方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嗯 去年十月份做了手术 居然这么长 八公分那个骨头啊 那 台长刚刚跟他讲了吧 你们都听到吗 我不是医生 我告诉他了 我说就是在这个后面腰这个地方 我说有 有第三结这个地方 你看他 巨掉八公分的骨头 老妈妈我告诉你 我的眼睛要看图腾 什么都看得很清楚的 而且我在讲给你听 你打过胎 有过孩子在你身上呢 知道吗 嗯 是不是啊 是 我告诉你了 老妈妈 你要记住啊 他这个孩子一直在跟你捣蛋啊 而且你这个人啊 对孩子好的时候很好啊 你实际上你的脾气太绝了 你狠狠的下心的 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对你不好 你真的恨死他的话 你会你都不理他了 不管他是谁啊 你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呢 今天呢你来了 我告诉你 好不好 你现在 这个小孩子就附在你这个腰上 你现在如果这个地方 不把这个小孩子念掉 你可能 胯骨就是下面一点 又有毛病 听得懂吗 我宽宽节都没有了 对啊 所以你的胯骨这里 就是臀部这个地方 你还要出毛病 明白吗 实际上 你要是再不把这些灵性超度掉的话 你可能等待你以后就是 晚年就是躺在窗上 你一定要听台上话 而且我告诉你 你有一个女的 一个老妈妈 我刚刚看见了 在你身上 不知道是你妈妈 你妈妈也是你外外 是我妈妈应该 嗯 跟你长得不是太像 你像你爸爸不像你妈妈 告诉大家 对不对 因为我从小没有见到爸爸 所以我就告诉你 这个妈妈苦的不得了 这个妈妈经常 是很多的苦啊 就是说了 你们孩子 孩子啊 因为我看见了看图层 你现在家里孩子 不是你一个 好几个 就你的兄弟姐妹 对不对啊 兄弟姐妹 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我本身 死掉了吗 弟弟死掉了 看见了吗 明白了吧 我讲给你听 只要一个人打胎过孩子 流产过孩子 这个鬼一定在他身上 跑都跑不掉 你们看不见 真的 台长看见了我也没办法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 我有一只在马路上开车 对面一辆车开过去 我看见个鬼骑在那个人头部上 我就知道这个车马上要闯祸了 我又不能停下车来 我跟他这么插锅 过一会儿 砰就撞上去 我就讲给你们听 人出车祸都有鬼拉住 吵架也是这样 老妈妈明白了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老妈妈 你的感情命不稳定的 算了 这就不点你了 明白了吗 所以我告诉你 脾气不要排阶 要真的要相信 因为这个东西呢 用不着台长来帮助你 你只要念了经之后 你看看你的那个糖尿病 会不会下来 会不会好转 你试试干嘛 你没试过你 你怎么知道 你想想看台长现在全世界有三百万的人 你跟我再学 如果这个三百万的人 见都没见过台长 他们为什么会念经啊 因为他们相信了 他们在念了 他们好了 如果这个东西不灵 你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相信啊 老妈妈 听得懂吗 试试看吧 好吧 我告诉你 现在你要念小房子 要念二十一张小房子 你会明显改善 好吗 好吧 你还要念 你老妈妈 你最好每天念大悲咒 念二十一遍 你相信我 二十一遍大悲咒之后 念了之后 我告诉你 你子宫上的肌瘤 会慢慢消下来 你现在子宫有肌瘤 明白了吗 查过没有啊 你去查查看看 两个不大 小手 小拇指手 这么半个这么大 明白了吗 还有 右褥房这个地方 疼痛 尖一根筋 到这个脖子和手臂 就是个尖筹 那看见了吗 我跟你讲啊 所以我到摩尔本来 明天啊 人更多 所以抽号 我当场给大家看 台长看图 我偷偷告诉你百分之一百准 我不跟你们开玩笑 我说这个人什么时候死 他就什么时候 但是我不敢讲 我一讲他肯定死 所以我就说这个人 长命百岁 当时要念经啊 不念经啊 老妈妈明白了吗 啊 还有啊 自己要当心啊 你的头发 头发 明白吗 头发前面 腿的很厉害 你现在身体上缺少一种什么素 我不知道什么素 就是缺少一种营养的东西 你一拉就是出来很多 一拉就出来很多 明白吗 还有 不要再生气 你很聪明 你现在不要看你身体不好 看你糖尿病 但是你这个脑子很清楚 而且你很多事情忘记不了 对不对啊 你忘记不了的很多事情 孩子当中有一个讨债鬼你知道吗 经常惹你麻烦 经常让你担心操心的 想想吧 你孩子当中有一个 经常让你 花钱 或者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嘛 生出来嘛 身体一直不好了 你一直为他操心担心的 有一个 这个你不要告诉我 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可以 没有人认识你的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 我说有就有 你用不到跟我说没有有没有 明白了吗 好了 老妈妈好吧 听我话 念听啊 真的 谢谢 谢谢 啊 你心里明白就好了 啊 你心里记住 罗台长真的是帮助人的 啊 好 嗯 好好 好 下面一个 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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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场 非常幸运 非常感谢今天抽到我 我也觉得特别有言 谢谢 谢谢 你有什么问题 我想 啊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呃 涂藏 这个 一年的涂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能不能坐下来 我很害羞 哦 坐下来吧 坐下来 没人看得见你的 哈哈哈 你眼儿道零啊 哈哈哈 我告诉你啊 你 我呢 今天呢 应该是不看图腾的 但是台长跟你说 你现在的气场 可以给我感应啊 你的婚姻是两次 不好意思 嗯 这个一次 啊 我告诉你 你会两次 听得懂吗 你 啊 听得懂吗 这是一个 你人挺好的 谢谢 你很善良 谢谢 但是那个 你那个 男朋友也好 老公也好 气量比较小一点 明白吗 你呢 气量也不大 哈哈 明白吗 所以呢 我希望你呢 跟他两个人呢 多多共通 尤其呢 两个人的印象 有点犯冲 什么两个人 我搞不懂 因为我现在 也没有结婚 也没有什么的 我知道 你说你现在是单身 但是你过去有一个 但是你过去有一个 我现在也没有离婚 什么叫单身 你没有听听他怎么讲的 你现在到底是结婚还是没结婚 已经结了婚了21年了 哎21年 那么你怎么说我现在就一个人了 我现在跟你讲得很清楚 你跟他我刚才怎么讲的 你跟他结婚的那个人两个人犯冲 听得懂吗 哦 听得懂 哎呦我的妈 水太大了 明白吗 这是一个 什么叫犯冲呢 就是说两个人经常矛盾很大 经常意见很大 经常两个人 明明一件很小的事情 就要两个人就argue半天 明白吗 明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自己 实际上 你跟他的21年 你知道他有没有过外面有过女朋友 这还要我讲吗 有 毛病就出来这个地方 我今天把毛病给他点出来 你跟他好好的讲 好好的谈 你有一个习惯 你嘴巴不饶人 你听得懂吗 而且你很会讲出一串串道理出来 很多男人看见你女朋友太会讲了 人家就用中国人36G了 明白 明白 我不跟你讲道理 没有道理可以讲 咱们走了 我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这就是你的毛病的根源 明白吗 所以我希望你从现在认识台长开始 你要给他念心经 我告诉你 没有关系 念心经之后可以化解两个人的恶缘 你的意思是说我和我先生这个是善言还是恶言 你还要问我吗 而且我给告诉你这个事情 你盯住他也没有用 他就这个毛病 他跟人家外面有缘分 你抓都抓不住他的 你挡都挡不住他的 你弄了这个 好不容易他跟那个掰了 下一个他又来了 就和银行里排队等了 next please 你知道吗 说对了 说对了 鼓掌啊 所以我就讲给你听 现在台长告诉你 就是刚才那个老伯伯讲的话 我们人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和习惯了 我们怎么样用另外一种方法控制呢 那么只有靠菩萨的力量来帮帮我们 而且灵量你为什么不用呢 你知道很多女人在家里过去老被老公打的 后来我叫他念姐姐奏 叫他念大悲奏 念到后来他老公开念他都怕了 我告诉你但是呢 吃了福大好不要盯着你 听得懂吗 你念一个姐姐奏 我告诉你你盯着他念 你嘴巴不要动 就在你心里念 他骂你的时候吵着你 你试试看 他接下来就不会吵了 就不会打了 你试试看呢 你听听台长的话呀 听得懂吗 他倒没打到我了 那 那是欠重 还没打过你就开心了 他跑到外面就跟人家好了 比打还厉害呢 听得懂吗 那你看我的图层 我是有两色分音的 对 实际上你有意思跟他差点掰了 对不对啊 对 告诉你这就是命 这就是运 所以有时候要改啊 你们念的经不就改了吗 为什么台长告诉你们这么好的 我又不要花钱又不要打碎 啊 你就念念吧很容易的读呀 什么叫念经读读有什么用很简单的呀 是不是我念经了就不会离婚了 对了 可能啊 你为什么呢 要看你第一念的好不好 用心不用心第二 你跟他两个人的缘分 恶缘还有多少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比方说没有没有善缘了 只有恶缘了 你念经念到最后呢 啪一下子把恶缘念掉了 好了 两个人磕磕唧唧 goodbye 听得懂吗 如果你跟他还有善缘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就念不掉 但是我从目前来讲给你听 你这个老公 跟你两个人的缘分 我现在直接感应还有 你别看你 他不喜欢你 他有时候不理你 或者怎么样 实际上 你对他的实际力还很大 因为你在家里什么都做 而且你真的很关心他 他有时候呢 到外面去找不到好的呢 他回到家还是跟你很好 他嘴巴是很甜的 看见了吗 外面他不想 外面他知道不牢靠 你能在家里帮他弄好 他觉得也慢好了 明白了吗 所以你实际上就是命中欠他的 还不还不掉 就像很多姑妻两个人感情也不好 老吵架老打架 打了一辈子了 最后是哎呀我欠他的 跑门跑不了 被他慌住 删住 听得懂吗 你现在的台长不是叫你离 叫你把他转换 明白吗 有机的转换 那么就好好地念进节奏 心惊 然后呢 求关心 保佑 某某某我的先生和我 能够感情好起来 你自己也要改脾气 实际上你要知道你很能干 但是你也太厉害了 你真的很厉害 我不感觉我厉害 我打爆了一个头 我就讲给你听啊 明白了吗 我想问一下 要是第二次婚姻的话 那个婚姻会好吗 嗯 那看见了吗 抬到第一句话上来就是说两次婚姻了 现在呢 看见我讲到正题了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不改的话 半斤 把他 他们都知道 听得懂吗 你必须改脾气 可能 你跟那个自己的老公缘分近了之后 再碰到一个可能会好一点 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 也有人喜欢你 虽然你长得不是太好看 但是很多人很喜欢你 因为你的性格有点像男人 很好爽 告诉大家 我不觉得 麻木不仁啊 好不好 好了 不能一个人问太多了 谢谢 谢谢 好 大家抓紧时间啊 实际上台长今天呢 跟大家只是清丁点水 跟大家讲一讲 明天呢 因为给大家抽得来人呢 要跟大家讲的 最好的方法呢 台长是希望大家能够给大家看病 明白吗 因为身体是最重要的 什么感情 但是呢 感情也重要 好了 说吧说吧 你有什么问题讲吧 哎 啊我想问一下 就是关于我自己事业方面 嗯 啊是这样 我自己也开了一遍 那还有一年的出约 那我想问一下 就一年之后呢 就继续还是走 就是生意这一方面呢 还是说去 啊 读个书啊 找个工 嗯 嗯 我讲给你听啊 首先呢 你呢 台长讲话你不要生气 我直打直的 我讲话很迟的 我看到什么说什么 否则我说出假话 对你来讲没有意义 明白吗 我坐这么多长时间的飞机 早上五六点多就起来 跑到这里跟你说这句假话 哎呦真好 满面昏光 没有必要的 我讲给你听你气量大一点 你气量太小 明白了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感情人要当心 不稳定啊 你跟你先生都有问题 明白了吗 你太凶了 嗯 明白吗 我告诉你啊 不好听的讲 有些话不好听的讲 但是对内部讲的 啊 你就是家里养一个什么东西 你也不能把它酸得太简洁 听得懂吗 要放开一点 呵呵呵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台长直接的感应 你这个店 我觉得 赚得非常有限 打一份工 很累 花了太多时间了 明白了吗 而且台长直接的感应 你的这个店 啊 我讲的是实话 有结 也就是说 会被人家抢的 抢钱了 看厉害了 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我劝你 朱约 在还没有结束之前 你可以继续 你可以做到明年的五月份 听得懂吗 然后你最好帮下面一个人把朱约拿到 你再 卖掉 你把话筒在嘴巴 就是经济现在不太好 就是我也考虑到会去卖 但是现在就是生意比较小的呢 就是要拿卖 要记住 很多事情 就是你们解决不了的 你们才会找台长 如果解决得了 你们也不会来找台长 台长教你们念经 就是很多的麻烦事情 你们一念经就能解决 就这么简单 你如果相信台长 你不要说了 我讲一个事情给你们听听 很简单的 人家欠一个人八百万 八年没有还钱 你说这个钱还要得回来吧 那念经念了 两个星期 人家主动把八百万还给他 你说可能吧 台长是专门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 听得懂吗 你现在赶紧了 如果你再不想动脑筋把它解决掉的话 可能会把你拖累了 因为我告诉你 你的身体不好 明白吗 你的肠胃很差 现在我直接给你的感应 你的肠胃很差 明白吗 还有你的腰也不好 还有你的密尿系统不好 好了 明白了吗 那就是刚刚我问的是 一年之后呢 就是我自己的走向 你自己的走向我就跟你讲了 你最好也不要去做书了 嗯 你最好去帮人家打分工 帮人家做一个super vice 你这个人很有能力的 就是凶一点 帮人家去管管人也蛮好的 家里不能管吧 管外面 好吧 因为你不是没打过工 你只不过想做老板 过把子引啊 老板做了半天觉得又没劲了 又打工了 这人不就是这么换来换去的吗 明白了吧 那我想问一下 说要念经 那我需要念什么样的经 好 这个问的正题上 像你这个第一要多念心经 每天念二十一遍心经 你会very soft 你这个心啊 会越来越拼命化 你现在太难心化 太硬了 现在的女人都是凶啊 哎呀 现在的男人们都是弱啊 哎呀 所以小沈阳得宠就是这么来的 啊 明白了吗 所以我就告诉你了 你现在好多念心经二十一遍 念姐姐奏 啊 还有念一个心想师承的经 叫准提神奏 啊 心想师承的 明白吗 好了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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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有人说我们家房子的那个气场好像不太好 想想帮我改一下 你家的房子的气场不太好 实际上按照现在话讲就是家里房子的风水不大好 明白了吗 首先我告诉你 房子太大人太少 就是走衰败之下 所以在澳大利亚有的人买了一个大house 觉得哎呦漂亮了好啊 家里没几个人没人气啊 你看看今天大家都在这里肯定气场好有人气啊 对不对啊 家里都没人来的守这个大house 人家说独守空房了 不好 听得懂吗 所以呢 你要记住 这个气场不好怎么办呢 一般的回到家里 首先 电灯呢 要用这种红之光的 不是那种白之光啊 你们知道电灯有两种颜色吧 白之光一个扣子 要用窩末 要用窩末 明白了吧 但是又不能全部用窩末的 还要用一点 white 明白吗 叫阴阳调和 明白吗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家里呢 你像你这个家里呢 应该呢 多挂一点山水画 我现在跟你讲话当中已经 可以到你家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家里不小 走进去 还蛮宽敞的 但是呢 走刚刚走进去的 就是门一推进去的地方啊 很暗 对 太大厉害不厉害 你说说看 我要是啊真的 知道我的人多的话 我告诉你啊 还要不得了啊 我就是不 不推销 有缘分的 你们跟我有缘分 你们今天就来听 没缘分 我绝对都会像人家磨门叫一样 在门口拿本书 你好 请你看看 如台上的一命安用三风水 我才不要你 你听得懂吗 有缘千里来相会 对不对 台上跟你们千里来相会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小姑娘 我告诉你 你家里有两件家具 太古色古香了 凡是古色古香的家具都容易遭灵性 所以家里放古董的人都会倒霉的 啊 趁现在还卖得出价 赶快买 没有古董的人都没事 明白了吗 就是床也不知道是一个厨物 雕刻的东西太多了 你去仔细看一看 如果一个家具雕刻的太多 它一定有麻烦 明白了吗 看到后来看出个人头出来了 看出后来看出个什么样子出来了 这个鬼就会上到你这个地方去 听得懂吗 台长现在告诉你 我刚刚直接灵魂到你家 就是我刚刚的直接就是 可以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可以过去 我看见你家的有一个厨啊 很古色不像不得好 对 对不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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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了不讲假式 你就讲yes 吧 ok 明白了吗 你这个人性格挺活泼的 有些什么精神我可以练的 你现在 你现在赶紧每天念大悲咒对的 就是人 比方说这个是大门 你家大门就对着大门念一遍大悲咒 第二遍 然后第三遍 第四遍 每天早上 只要感觉气场不好 感觉 哎呦 家里听到声音了 哎呦 风怎么把门自己关了 这个店怎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 好 你就不要讲话了 就这么念 然后 念四张小房子 送给 真正进证 你 你是家里主人 还是你老公是家里的主人 进证某某某房子的药金 听得懂吗 那如果两个人 两个人就要写一个人就可以了 写你老公的名字 或者写你的名字都可以 那么台 你老公应来了吗 没有 没来我讲给你听 你来了我又不讲 你尽量写你老公名字 明白了吧 因为写你老公的名字呢 万一这个房间里这个鬼啊 他拿了四张小孩子不够 就说他找到 你老公不会找你 听得懂吗 如果你写上 写上金正 你的名字都要金哲 房子小房子不够 他摘下来 找你麻烦 你就会听话倒霉 那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 听到你来了 你老公没来 那我就 教你 就不教你老公 没有办法 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 明白了吧 好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知道 你家里风水不好 让你很多 明明应该赚到的钱 你都没赚到 所以你的钱好像是赚到 赚进来就没有了 赚进来就又出去了 你告诉大家对不对 露财啊 房子风水不好 露财露的厉害 大家听得懂吧 所以告诉大家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啊 不能问太多了 让台长最后一个 让台长帮我看一下 让台长帮我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经济不好嘛 然后公司那以前的就做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现在就开始走下风路 小台长帮我看一下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图腾 或者气场 你看要发财 哎呀 金不念 就想赚钱 我在家里 但是我有那个 拜佛不念经 等于不拜佛 烧香不念经 等于不烧香 你想想看 现在的人 连磕头都不会磕了 跑得去 不是啊 保佑保佑我啊 你来澳大利亚 打个电话 你都要说了 这是谁谁谁啊 对不对啊 这是Richest BKing 对不对啊 5BKing 6BKing都可以啊 你想想看 你保护这些关心家 保佑保佑我 你是谁啊 你要讲的 请大吃大飞 关心普策 保佑我 王春和 能够平平安安 身体健康 保佑我的儿子 小顺 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你总得 讲出点道理出来的 你天天就这么烧香 你连名字都不知道 我有念心经 但是我不是 连续的念 一定要连续的念 现在台长来了 你想生意好 你要念准极神照 虽然大环境不好 整个生意都在往下掉 这个不稀奇的 因为整个生意都不好 现在你想想看美金什么时候落到这个程度 真惨啊 比澳大利亚的还惨啊 美国人真的 对不对啊 美金啊 油不油啊 现在我们要叫澳金啊 澳大利亚一块钱比美金还要贵呢 对不对啊 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 这个叫山不断水斩 吃剑天天在变 所以你就不要去想 想了这么多了 明白吗 你现在整个大体在往下 但是经过你自己的努力 自己生意上努力 再加上关心 给他保佑 你再念点准极神照 神照我一定要念多少遍啊 至少一百零八遍 很短的 很短的 很容易的嘴巴一滚就出来了 你少乱讲话 念经不就好了 脚泡泡上脚起来 念经啊 嘿嘿嘿嘿嘿还好 哈哈哈哈 讲吧 我是早上念好 很喜欢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念 比方说早上念四十九遍 下午念四十九遍 然后中午有空的时候就念 多念多念就好 越来越好 我可以在公司请一个伙伴 可以 应该在公司的请菩萨想 从道理上来讲 但是呢 不要给人家看见 因为有的公司呢 就是说 比方说 他比方说房间多 他比方说有的地方呢 朝哪朝北朝下午一样 你专门弄一间房间 这间房间呢 这间房间呢 就是专门是供佛的 不是说跟班 比如说跟我的班 哎 你们都不知道 李嘉诚专门有一个佛堂的 像他们每一个大老板 专门公司里面设一间房间 这个房间就是佛堂 就是对外 他不供应的 因为他怕人家气场不好 他人家这个佛堂 如果气场不好 人去拜 会把菩萨拜走的了 所以人家都懂这个道理 所以人家说不外传 就这个道理 但是呢 像台长这种力量的人 你根本不要怕了 你听得懂吗 你可以在公司里 不设一个小的像 观世音符塔像 方便一两杯水啦 水果啦 香炉啦 一个油灯啦 天天拜 你看你会不会生意好起来 你最好不要给人家看见 因为有的人到你办公室跟你谈话 他不相信 他一看 他心里在想 有什么菩萨什么什么 好 你就倒霉 你不要给人家看见 明白了吗 这个都有道理的 心理活动 就是意识当中的感觉 一个人意念不好的话 他一定也不好的 明白吗 好吧 你问得太多了 你问得太多了 停下来了 不能问了 我得把它疯下去 好明天啊 明天希望你再抽到 那 接下来是105号 105号 58号 没有吧 54号 到前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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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号 我告诉你啊 这也是机会啊 我告诉你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老板娘 Wendy 也是很发心的 所以呢 台长特别到这里来啊 来来来 好 小弟 这个小孩子多好 这么好 让叔叔看看 你好 他在念大悲哲 拿着话筒 就像唱歌一样 27 哇 每天念27遍大悲哲 小孩子 你看不容易吧 所以我告诉你 小弟你说 你念了大悲哲之后 你觉得 开心不开心 舒服不舒服 学校里有没有人敢欺负你 没有 我告诉你 就是念大悲哲 在家里要是谁欺负你 你就念大悲哲 念了他保证不敢欺负你 我不跟你们开玩笑的 小弟明白吗 你今天想问 炉台长什么问题啊 学习什么呀 这个小孩子我告诉你 你呢 目前呢 用 帮他的是做的理科 就是说数学方面好像还不错 但是他读到后来 他实际上要改文科的 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个小孩子目前 虽然灭了二人机片大悲哲 但是他还不够用功 还是经常玩电脑 告诉大家 对不对啊 对 一天至少两个小时 是左右观点的 大悲哲哲哲 台长的改运快的不得了 你听我讲啊 还有要注意啊 吃饭要当心啊 不要挑食 小弟听了懂吗 你现在吃饭有点挑食 这个菜吃 那个菜不吃啊 这个吃啊 这个不吃啊 很麻烦啊 你的肠胃会不好 啊 以后痛起来 还是你自己痛 明白吧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儿子啊 要是你以后跟你老公吵架 我告诉你 他会帮你 两肋插刀的 真的 你老公要是欺负你 他会冲上去揍他爸爸 啊 加拿很好 比你好 你实在太傻了 哈哈哈哈 你这辈子就是欠他的 欠的太厉害 明白了吗 他比你有脑子啊 你放心啊 你还要担心他的 他不知道比你有多少有脑子了 小弟 你现在告诉卢台长 你是不是什么事情 爸爸妈妈讲什么话 你到了脑子里 你先自己想的 而不是马上听的 对不对啊 包括老师同学跟你讲什么话 你脑子里先要想一想 对不对啊 跟我跟叔叔讲实话 有 不要耳光 不要担心的 念经的孩子一定聪明 念经的孩子 我告诉你 智慧就是神 没有办法的这些事情 好啦 你叫他功课好 你叫他功课好 就叫他多念一点准提神奏 心想事成的经 还有心经 他现在大悲都念了多了 他是不是你发觉他有时候会发脾气啊 他有点发无名火的 你不能让他大悲 哇 心经念20遍 大悲都念27遍 你看 这么小的孩子真是不容易 好的 小弟啊 继续念下去 好吧 啊 好啦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烦啊 好像像他问你 他身体怎么样啊 你再问下去的 台长他以后结婚几几年结婚了 他有几个孩子啊 你都可以问下去了 我都讲得出来的 你听得懂吗 好不好啊 没问题的 我告诉你 非常强悍的一个男孩子 啊 啊 啊 你看 妈妈都叫了 站起来 鞠个躬 说再见 小后转 其实就 啊 再见啊 啊 以后跟台长一样 啊 要有智慧 智慧最重要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 一定要有聪明的智慧 明白了吗 好好 好好好 那去吧 好了好了 好了 你好 你好 我想首先呢 让您帮我看看 我这个小儿子 他就是一直都是 因为他是过敏品 脂肪 身体都觉得不太好 嗯 所以呢 就说怎么能改善 这个呢 嗯 首先我告诉你 台长直接的感应 这个小孩子 从生出来的时候 体肢就不好 一直身体好好不好 好好不好 嗯 应该算是吧 嗯 我告诉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小孩子 身上有你一个孩子 打胎的孩子 啊 没有 我没有打过他 牛肠 我不想跟你解释 你自己想一想 或者牛肠 对 牛肠 你看看看 还想会说错吗 开什么玩笑 六肠不是打胎啊 大家不能打 孩子不是死了吗 嗯 你还跟我说 不是公外运好 哈哈 这样 一个孩子死了吗 这个鬼魂 就在他身上了 现在在这小孩子身上 你知道吗 那那那怎么办 怎么办 他去问他们呢 公司又叫Wendy公司 去问Wendy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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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要记住要念小房子了 念小房子 啊 小房子是怎么念的 哎呦 小房子 小房子什么 有人会念小房子吗 那待会儿去问他去 啊 要念十八章 啊 你待会儿就帮他记记吧 啊 他会记得啊 十八章小房子 美妈妈 这个小孩子我告诉你 是讨债鬼 啊 以后有的花你钱的 而且以后 感情运还特别麻烦 女孩子一大方的 哎呦 哈哈 你麻烦了 你现在笑以后就哭了 哈哈 真的 烦都烦死了 真的 美妈妈 哎 你别看这小家伙 小精灵啊 啊 嗯 老精很会动的 嗯 你看 还假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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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我想问问您 那也是我老公 他身体呢 也是很好 那就是说 好啦 只能问一个 你老公呢 你老公不相信的 我跟他看看吧 他是说 你但是你要看准了 看见了吧 他是不相信 如果露台上 你把他看准了 他就相信了 这种话我也会讲 哈哈 我要你相信哈 活该 不找露台上的活该 哈哈 我又不是吹销员 他一直念大贝旧的 老师 以前一直 现在念不念啊 他可能是断断细细吧 其实他念的时候 一天念很多很多 变得 他 他 你这我告诉你 不相信一会会念经 哎呦 他 你你你老公数什么呢 就 哎呦 好了 我告诉你啊 你第一 你依赖性不要太强 明白吧 他是比较有能力 但是他的 他这个人 比较油滑 明白吧 感情上比较油滑 还要我讲 笨 你这话不能讲出来的 明白了吧 天机不可泄露 你多念念经给他 念念大贝族心经就好了 明白了吗 那个还有 他因为他是 你对他嘴巴一点 这样 他是比较那个喜欢写作 然后呢 一直都比较执着 就是整天那种 点灯熬游的那种 喜欢写 但是呢 好像也没有写出什么 那个成功啊 但是总是觉得好 他自己 他自己感觉很好 对他自己感觉很好 我告诉你了 这种人就是说 这种人就是说 比较难 要多念心经的给他 你自己多给他念心经 明白吗 而且你要给他念一个经文 叫 消灾吉祥神宗 因为他经常会有灾难 就是一会儿不开心了 一会儿有事情了 好像做一件事情 刚刚要做又不行了 他认识他的 因为他苦涨了 他很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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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了吧 明白了吗 好了 你自己啊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你这个人钱财 很难据的啊 你这辈子钱财 露财露得很厉害啊 啊 而且我告诉你 你家里弄得不干净了 不干净 不干净 第一 你们记住 家里有时候不能床啊 什么被啊 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话 风水也会不好的 明白吗 台长现在就直接的告诉你 你家里比较乱 气场不好 明白了吗 玩起来的话 床也不陪在你这个老公了 真的是 从来不跌床 明白了吗 好了 我其他没有什么 你自己心脏当心一点 对 我心脏 因为我母亲心脏不好 看见了吗 好了 那像我对心脏不好念什么心脏 心脏不好念经啊 念小房子呀 有小孩子在他身上 自己打开的孩子啊 或者掉的孩子 你这种都要 自己都要念经啊 不念经 一只小鬼在你身上 你一直不舒服的 你们知道 有些人为什么喜欢发脾气啊 你们知道吗 有些人为什么特别 特别喜欢不开心啊 动不动就不开心 动不动不开心 实际上台长看见他 实际上有一个小鬼 一个惨的他 他能开心吗 你们傻的不得了 人应该是开心的 你们今天这都是正常的 你们一不开心就说 不正常的 听得懂吗 哪有一天到晚 不开心的一个人呢 你看看现在人 跑出家里 有几个开心的脸子 看见谁都看不顺眼 看不顺眼 实际上这心脏不好 就有病了 你知道吗 心病啊 人就是应该开心一点的 明白了吗 好了 可不可以好好念经吧 还行啊 你看你看 小家伙漂亮吗 以后招招招招疯的 麻烦了 好了 你好陆台长 你好 先问谁 没事没事 跟你没关系 你说吧 我首先想问一下 就是我能不能在澳洲定下来 就是定居的事 你几几年属什么呢 八六年属老虎的 八六年属老虎的 啊 你在努力呢 这个老虎拼命的往上窜 你在努力 可能申请都递上去 这个是 但是你的申请地上去 后院经常着火 不稳定 你听得懂吗 有可能 他们会叫你补一些材料 先来看这个图腾 老虎 在拼命的往上窜 你明白吗 也就是说你很努力的 去想把身份拿到 我申请了三年了 三年是吧 补材料 这我刚才讲的 补过没有 告诉大家 没有 他们连就是 理都不理你 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 理都不理你要记住 有一个人嫉妒你 今天我把你点出来了 就是说你叫上去 半年到一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嫉妒你 我不排斥是谁 我不讲假 这个人可能 对你这个事情 造成一些麻烦 听得懂吗 就是 或者对你有意见 或者嫉妒你 或者到移民局去 打了个电话 或者怎么样 这个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你想想 会是谁 我劝你现在 不要去找到谁了 你现在赶紧 要念解节奏了 解节奏 他是有机会的 机会还是有 看这个老虎 拼命的往上窜 就是有机会 如果你这个老虎 已经 两个 两个前抓 已经这样了 那对不起 要回山了 你现在还在拼命的 搞身份了 我可以告诉你 他没有给你批下来 你就有机会 实际上 你一定要找一个人 给你补材料 可能要招你的担保人 再给你出一份东西 我想问你一句话 我不想知道担保人是谁 这个担保人 你跟他这个三年当中 有没有吵过架 我是自己独立申请的 独立申请移民的话 是不是也要有担保人 你告诉过谁没有 这位人都知道我自己有生气 好了 你有没有得罪过谁没有 或者跟你一样的 也是要申请这么一个人 当时你跟他吵过架 你就告诉我 你的三年当中 跟他生活当中 或者工作当中 或者你现在是 我想你 你现在是担心 还是有个帕娜 但是 但是我看你有帕娜呢 我看出来了 你讲的不要讲 有过帕娜 但是现在是单身 呀 哦 不啥 告诉你 在台下 这里逃都不要逃的 我告诉你 现在是单身 不结婚都叫单身呀 啪那么啪那么 就啪在一起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 某个女老师啊 讲话都是一句一句 明白了吗 所以我告诉你 你跟这个啪呢 后来搬了 对不对啊 没有 我是这个 申请和帕娜 根本就没有 哎呦 这个人真笨 你们听得懂 拍打意思吗 知道 吹了没有 现在还好不好 不好 那就是 还有我讲吗 大家知道是谁取导弹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所以台长这个工作是非常艰巨和危险的 听得懂吗 所以我不想跟人家讲的太多 让你们自己去理解最好了 我什么都讲出来要闯祸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现在知道了吗 傻的不得了 还有啊 把你的头发 往上啊 不要去遮住额头啊 额头是最重要的 头发一定要亮 要光啊 你明白了吗 你没看见我们新以来的 各个头发很亮 听得懂吗 所以要告诉你啊 傻姑娘 这里是天庭 你们去算幻看一下 这里叫天庭 天庭宝满 壁角方圆 这个人是有才有气的 我告诉你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亮出来 亮出来的人呢 有运气 你整天都能遮住 没有运气 听得懂吗 台长教你一个方法 再补一些材料 独立移民 你再去补一些材料 听得懂吗 你试试看 然后要念经的 不念经之前不要去补 念经一个月之后去补 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如果成功的话 啊 你就请台长吃食堂就可以了 好吧 还有在这个当中 老实一点 异性朋友少教 因为任何在申请一个 大事情的时候 男女之间的事情 会不会让人倒霉的 你听得懂吧 比方说 你申请身份的时候 最好男女事情少做 比方说 你正好要一个生意 马上要签单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在外面 酒吧里喝酒 找个女人玩玩 我告诉你 绝对这笔生意就催了 听得懂了吗 教你们很多啊 听人家的时候是教你们的 明白了吗 好吧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这个 赶快念准题神咒 念心经念大悲咒 你还要念三遍礼伏 大忏悔本每天 好吧 十二张小档子 好吧 嗯 嗯 傻姑娘不要吃的太多 你吃的太多 你很会吃的 明白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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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会长你好 哎呦 会长 我这个台长被人家叫起来 各种叫板都有 人家叫 陆队长 因为上海人家口音可能叫 陆队长 台长变队长 啊 上次总算有个人叫我 叫陆什么 陆战长 更小 还有一个人叫了有 有字叫的很高的 也叫陆局长 哈哈 好了 你说吧 这样的 我现在想问我儿子 说他这个人 这个的学习情况 你敢给我儿子 睡觉是不是 你儿子啊 第一 我告诉你 我从你的气场当中感应 你儿子个头比较高 你告诉大家对不对 对 第二 你儿子脾气很倦 应该是 应该是 我告诉你你脾气很不好你知道吗 我非常知道 我非常知道 哈哈 明白了吧 所以我告诉你 你儿子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个孩子 还算听话 读书 还是用功的 啊 他女朋友 你会帮他 打住关的 但是很麻烦 我看你没有几个女孩子 你看得上身影 哈哈 我的妈呀 他说 叫你妈没有 要记住 明白了吗 自己要想开一点 儿孙自有儿孙徒 尽量让孩子能够好一点 明白吗 让他自由一点 你这个孩子一定会有出息 但是不是做老板的料 是上班打工的料 会帮人家好好干活的人 明白吗 你脾气跟他不一样 你真的太厉害了 是吗 啊 你而且我告诉你在家里 你跟你老公两个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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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经常这样 实际上这个孩子倒挺乖的 他变得不响的 嗯 他说说是真的 嗯 他说说是真的 他说说是真的 嗯 明白了吗 啊 好了 那我想问一下我妈妈的一个 她今年是 是75岁了 那我觉得她好像老年痴呆症 好像开始了 就是 又怎么一个办法 就说 老年痴呆症的人 初期应该说初期 开始 不管是什么病 首先要记住 有三个经不能少 一个是大悲咒 一个心急 还有一个是礼佛 你让他念 那么像这种已经感觉他有点老年痴呆了 一定要念二十一遍大悲咒 二十一遍心经 所以由我来念还是由他来念 啊 最好由他念 他实在不能念 就是你帮他念 好吧 还有台长教你一个办法 可以让他延缓衰老 延缓衰老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让他要多放生 就买鱼啊去放 OK 你听得懂吗 啊 一个买鱼放生 第二个要他许愿 许愿就是永远要吃活的海鲜 因为吃活的海鲜 越吃越不好 越吃越愚吃 就是 听得懂吗 哎 你一定要一定要接触 好吧 那他这个 他这个磨病 那个 就说现在师傅你感觉 能不能看到他 现在是刚开始 还是 保证我们就觉得他老忘事情了 忘你的名字 这样 你感觉知道他 你妈妈是吧 属什么呢 属猪吧 猪